各位貴賓 還有一場參議員的同仁 大家好 李院長剛剛從非常宏觀的角度來談 整個西歐變遷對全世界轉型的一個重要議題 也對台灣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 我們這個場次 事實上今天的論壇 本來是要針對高雄七八十一週年對台灣發展的一個翻譯 建議國內最近對整個能源經燒石油膠或是深美的一個議題 所牽涉出來的整個空氣污染問題跟能源選擇的問題 還有牽涉到產業轉型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了一個議程目標的一個更改 就是剛剛李院長特別提到了 其實台灣跟全世界各地一樣都面臨的能源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但是台灣現在其實跟全世界各國在1980年代的能源轉型 非常不一樣的一體的經驗 非常不一樣的經驗在於我們同時在能源的選擇上面 在產業的轉型上面 還有在空氣污染的轉型上面 在這幾年突然同時發生 所以事實上這個問題對台灣目前是蠻嚴峻的 只是說我們看到總統大概很快到了 我們看到這個證探商的語言好像還在談這個 比較我們感覺上比較老舊的一個例題 不過我們相信從世界上的經驗來看 災難跟風險事實上也是會跨越國主 是會跨越國家的 哪一天災難的發生 哪一天非常嚴重的風險的發生 可能會促進很多國家之間的共同合作 我們從非常多的經驗來看 上一場我們李院長幫我們從一個全球化的角度 來談整個氣候變遷跟能源轉型的問題 那我們這一個小時我們會放在比較國內 全球在地化的一個角度 來談整個能源轉型跟空氣污染的一個問題 我們很高興我們今天請到三位議台的貴賓 第一位是中研驗經濟研究所蕭黛基教授 那蕭教授之前也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 那第二位我們請到高雄在地 這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學系 沈建田教授 那我們除了請了一位經濟學專長老師 這個海洋環工老師 我們請到另外就是也是在地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我們請了洪文林主任 他是專長也是在科技跟社會的理論 所以我們想說在這個議題裡 我們就來進行這樣一個討論 好那我們就請 首先我們就歡迎蕭黛基老師跟我們做一個議談 那他今天要談的重點是台灣整個 產業轉型跟經濟轉型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開始談 各位 您好 各位 您好 今天我們小心在這裡 會有經歷在議院長之後 各位來談一下這個轉型 去轉型 就是周老師 他希望我立正 那這個部分 我實在在過去這一年 在高雄或者在美國 實施的報告 那麼剛才理院長已經講到的 面臨到非常多的問題 那基本的我在這邊做個講話 這個結論就是說 國際上還推動 有去發展已經 40億元 從1980年代到前站 那可以說是失敗 失敗 不是成功 不是說還沒有成功 是失敗 剛剛提供的這個報告 所以在各個不同的面向 都是 那麼所以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想主要的一個 主要一個 主要一個 是說現在的 經濟的 和社會的發展的模式 它是一種磕色的經濟 就是造成這個行動 這個結果也就主要一點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 一個結論 也就是 我們必須要轉型 轉型到一個永續的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意思 現在一個簡單的名詞 叫做綠色的經濟 這是一個 那我們現在問題就是 如何轉型 如何轉型 那要談如何轉型 我們需要知道 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過去到現在 比如命運動選 是失敗的 它的原因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 我在這裡就做一個 基本的一個 基本原因的分析 那在過去的 這些永續發展的政策 或是環境保護的政策 事實上有50年 50年 從1970年 我轉成開始 那 主要都是一些 治標的 策略 都是一些 治標的 晚期的 應急的策略 一直到現在 我們談的 也都還是這些 治標的策略 那 根本的策略 都還沒有 真的要去做 那 為什麼呢 可是我們必須要先知道 什麼是我們造成這個問題的 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之一 有好奇的 之一是我們已經吃完了 Low in fruit 吃完了滴水的果實 在這裡就包括了 自然的資源 人力的資源 都是這個樣子 自然的資源 滴水的果實 比較容易開採的 容易回臥的 這個土地 容易開採的這些 礦物 都已經用過來了 剩下的 都是比較困難 另外在人力資源方面 也是 我們就是要讓台灣來講 幾乎大多數的 學子都已經能夠 在高中畢業 有更多的 越來越多的 所以這就是說 人力資源的潛力 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上限 想要更增加 是比較難的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 在研究發展方面 也是一樣 在研究的發展 在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方面 不管是工程或科學 或者是社會科學 都一樣 研究發展 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這是一個基本的定律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定律 就是說我們對於資源的使用 都是先使用比較容易做得到的 成本比較低 然後效益比較高 我們先去做 然後逐漸逐漸的會進入 這個成本會越來越高 變成的抵增 然後呢 效益越來越低 這樣子的一種發展 資源 不管是在資源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 在人力的資源或自然的資源方面 或是也會發展這個資源方面 都是一樣的最新化 這是一個定律 那也是我們人類 我們人的社會 人類的社會 在發展的過程中 一個很自然的趨勢 這是一個根本的一個原因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追求效率所引發的一些反彈的效果 這個大家也聽了很多 比方一分 如果我們在追求效率提升 例如說能源的效率要提升 但是我們現在都盡量的來 如此 那麼我們使用的能源 就會比較少來發 來產生同樣的亮度 所以這樣再講 可是呢 也因此 使得這個效率提升 使得我們使用者所面臨的價格下降 價格下降的結果 就是使用越多更多 所以說 總量 反而是 最後反而是增加的 那這個結果 在研究上面 已經有非常明確的 很多的實證的結果 這個更多的 就是說 效率的提升之後 那個使用量反而增加 這個結果是很明顯的 也就是說 我們在效率提升的同時 我們必須要有推套做事 不可以價格下降 反而要上升 反而要上升 或者是要有總量管制 才能夠做得到 不然的話 單單只是效率提升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在政策上面 都首先就追求 效率提升 都只想說 認為說效率提升 就可以減量 事實上不是 效率提升反而會增量 就是說必須要效率提升 這種技術的措施加上 政策的措施 包括經濟政策 尤其是經濟用力的政策 必須要進來 才能夠避免得效率 再來就是一些很常見的一些事情 剛剛這裡包括 就強調市場勢力裡面的 主要的就是 代計之間的市場勢力 也就是剛才委員長說 這裡強調 我們對下一代的責任 下一代再下一代 還有未出生的世代的責任 就是代計的市場勢力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所謂永續 永續談的就是 我們這一代跟下一代之間 不只下一代 未來世代之間的關係 未來世代的生活的水準 或是它的幸福 是我們的責任 可是實際上 我們這一代在做決定的時候 做政治上決定 政治上決定的時候 考慮的都還是短期的 在非常短期之內的 並沒有真正的考慮到 未出生的世代 那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必須要在政治制度上修正 才可以做到 所以這裡一個 從這根本原因來看 這是必須要在這上面 來做修正的 不然的話 走不到了 這等一下我會提到 下面要怎麼去做 再來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經濟 社會的制度 都深深依賴 我們已經被經濟成長 我們已經被經濟成長保駕 經濟成長的意思就是說 今年的產量要多於去年的產量 每年都要成長 今年的產量多 跟去年產量是相同 就是不成長 那就是災難 那就是災難 這是在 我們已經被經濟成長保駕 不成長就是災難 可是我想說 今年跟去年相同有什麼不好的 那不行 這個政治人物 都無法大學 都無法大學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過去 我要提到 就是永續發展 我們談了40年 主要的就是一種 經濟、社會、環境 三角領域的這個模型 三角領域的模型 可是呢 它是三個之間 是像獨立的 防震和發展一樣 可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要的這個 要的這個 發展的模式 預測經濟發展的模式 是這個三個圓圈的模型 也就是說 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是在這個環境的限制條件之內發展 必須要這個基本的觀念 不要再去講這個三角領域的 三角領域的結果 是經濟發展 經濟的環境保護 做環境保護 社會做社會公平的工作 那是不會有配合的 所以 在這裡我就提出來 預測經濟的四個核心的概念 這是根據前面對於根本因素的分析提出來的 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尊重環境資源的限制條件 第二個 我們要注重長期的觀點 這要注重跨代的公平正義和環境性 第三個 是要當然就談到代季之內 這一代之內的公平和正義 再來最後 當然最終的目標 是要持續的改進人類的福祉 人類的福祉 人類福祉都只有這一代的 海公公會出生的時代 好 那麼再這樣子 我們就來規劃綠色經濟的政策 我自己講的這個綠色經濟政策 這個是我們 中華經濟院的團隊 還有中華經濟院團隊 還有好多學校老師的團隊一起 我們這個團隊在去年前年 協助國發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 來規劃我們政府的綠色經濟政策 我這次報告他裏頭的部分的內容 那這個政策已經在今年的 上個月的永續發展委員會通過了 那這個條件的目標就是要追求未來和現在時代的 必須要採取的是資本的策略 資本的策略 好 那麼我們的方法呢 是說我們要改 要增強我們的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人道資本 資本 自然資本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做到 所以我們這個綠色經濟的策略呢 不是強調說是去發展綠能產業 不是 而是要強調 要健全我們的這五個資本 那下面我們就報告一下 我們這五個資本和一些重要的一些策略政策 那我們的架構是有一個五個資本策略 然後再加上這個十個不能的政策 好 那在資本方面我想特別強調的是 這一個追求國際受制平衡和合一的資本利率 這個是我們的總體經濟政策 是中央銀行負責的兩個總體經濟 可是這個政策工具 在過去一直都沒有被納入為永續發展的政策的項目裡頭 那我們都一直追求的是 國際受制要有盈餘 而不是平衡 那要追求盈餘跟平衡的不同在哪裡呢 就是匯率 為了追求盈餘 匯率比較降低 然後賺了更多 然後來使得我們每年都有這個萬貴的順利的增加 那如果是追求平衡的話呢 那個匯率就會使得我們這個出口和進口之間是達到一個狀態 不會只求大量的出口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的這個物價和我們的利率都會有大大的影響 因為為了追求平衡和利率 都是朝了一個比較低的利率 低的匯率 還有再加上稅 一個低的稅率 這三率都低的這種情況之下 會使得我們的這個 這個產品的價格比較低 所以能夠出口 產品價格比較低的結果 我們的ValueEdit就比較少 ValueEdit比較少 所以我們大家的薪資 也都沒辦法提升 所以我們就是在追求一種比較低的價格的這種生產的這種低成本的這種生產方式 也使得我們的產業結構 沒辦法調整到一個比較高附加價值的這種產業 這三個總體基金政策對於我們的產業結構有重大的影響 可是在過去都沒有注意到 我這裡特別提出來 我們必須要去把這個匯率政策 利率政策 還有稅 這三個總體基金政策工具 必須要納入考量 因為它的影響是全面 全面 這是我覺得這裡特別強調 當然這裡還有稅的話就是 綠色產生工具 那麼這裡有一個重要一個剛剛講到說 對於待機的公平和正義 那怎麼去做呢 不能夠只講 我們不能夠只講而要做 那我們剛剛講過最重要一個原因 沒辦法造成永續發展是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對後代的這個照顧 或者是在我們現代的政治的決策裡面沒有假設 沒有發言權 那怎麼去達到這個發言權呢 我們是認為說應該要設置後代權益處境機構 那這個機構必須要在立法院裡面 和行政院裡面 還有或者是在地方的政府裡面一樣 就是在行政跟民意機關裡頭 都要有後代權益處境的機構 那怎麼講 就是像說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以色列的國會 他在國會裡面設置了一個未來世代委員會 未來世代委員會 這個當然是現代人才擔任未來世代委員會的委員 可是他也是一個委員 他的有權利 這個委員會有權利去審查其他委員會所通過的法案 我是希望我們的政治系的學者 和老師學生們 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當然以色列這個實驗 後來是失敗的 其他委員會 很高興的委員會太干涉了 結果把他們就砍掉了 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 不過至少有五年 可是我想這是一個很新的一個做法 可以自動去探訪 然後去執行的 其他的話 我想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是列入法律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企業 他的責任不是只有賺錢 還有企業社會責任 寫在法律裡面 而不是只是一個voluntary的一個措施 其他的話 我就不太詳細講了 那我在這裡 在人道資本方面 就是說 這些工廠 或者是道路橋樑 這些 或是民運的設施 都要注重的是需求面的管理 也就是說 不再是供給面的管理 而是需求面的管理 需求面的管理 就是我們還有多少需求 來滿足這個需求 而不是說 以供來定需 而是要以需 來注重這個需求面管理 也就是一個總量的管理 需求面管理 就是一個總量管理 好 我想在這個部門認證方面 就稍微提一下能源 大家可能注重什麼能源 當然這裡是能源的效耀 對一個合理化等等 那麼 不過這裡要提到 能源的話 是要併進一個能源的控制總量 也就是一個總量的管理 那麼在製造業方面的話 就有很多 那麼當然 主要是在企業的社會責任 然後園區外 在工業園區之外 很多的污染性的工廠 我想在各縣市都有 非常多 我希望是什麼一個政府 地方政府的一個 輔導的一個工作 能夠來強制這些污染性工業 來進入園區 我想我的時間到了 我就在簡單的跟各位報告 重點應該是在比較基礎性的這些工作 就是所謂的制度面 制度面的工作應該要做 這是需要大家來思考 也是需要學界來參與 來支持這些研究的 那麼我可以報告 我們中央研究院 我組成一個團隊 社會科學的各個使所 大家共同來研究 我們已經在與團隊共同來研究 化貸的貢品證明 在今年十月會有更多 好 謝謝 好 謝謝蕭太平教授 我想蕭教授從綠色經濟 我們會來發展開 提供我們 我們中間其實 去年發表相關宣言 認為台灣其實是產業轉型帶動 智能轉型帶動 社會轉型嚴重帶動 我想這是台灣現在面對 這個群組化的競爭 還有群組追求永續的內區外 或者一個中間問題 那剛剛我們從綠色經濟的角度 來談台灣面對的 在群組和戰異的發展 我們現在請到 這個審戀的教授 他要跟我們談高雄 談台灣事實上 到目前我們都是 剛剛李演講也提到 蕭太平教授也提到 我們是一個 合攝經濟的一個模式 我們是從過去都是一個 犧牲體系的一種 發展經濟跟社會的模式 我們犧牲動權 犧牲團體權 造就我們今天台灣產業轉型 嚴重的帶動 其他國家都追上來 台灣在過去布的時候 不失這個創新帶動 現在其他國家追上來 這是我們現在要面對那個痛 所以如何台灣如何 除了這個 剛剛李演講特別常常 急速減碳這個 基本上它是牽連到 能源的轉型跟產業的轉型 是來自方的轉型 行 是 有